最後這一球稍稍往上修正一點點 仍然沒有得到裁判的青睞 400球保送獲得這個機率 有明顯的提升 這一球咬中了 中間方向的飛球 結果落地行程籃檔 兩出局了 所以壘上的跑者林安可 打到就跑 現在繞過二壘 繞過三壘 之後要衝本壘 看起來是沒有問題了 這次在走 結果傳偏了 唐紹婷跑得非常慢 那唐紹婷似乎是記錯球術了 所以覺得是保送 所以他慢慢走 他們得要拉開一點 保持一些機會 沒有 其實你回頭去想 他們三個人其實當時也不是站在一起 加油的方式再錄一次 對 這一球打得強勁 結果中間方向穿越安打 雖然第一時間的詹子嫻 是稍微加跑兩步之後停頓了一下 但最後呢 那因為球已經穿越 所以他能夠輕鬆站上二壘 還是擺了橫放 結果這球點進來 洛琪下球之後想要看三壘 結果回山的時候也來不及 形成了一個all safe 哇 這個真是搞笑了 這一球打到了中間方向 結果應該有機會要落地了 雖然說左衛一手蘇智傑手伸起來想要擾亂一下跑者 但是沒有影響到 那這樣一來的話 現在是在一二壘之間要形成一顆夾殺 閃過去 但是裁判還是認為越東華這邊先被抓到了 我這一棒打回兩分打點 現在中心中第一是2比1超前 而且一出局之後仍然是三壘上有跑者 我這一棒打得扎實 左半邊的飛球落地形成籃打 兩好三壘之後 江坤宇逮到了這一顆滿甜的角度 哇 這一球打到了右半邊 結果剛好拉起來 落地形成籃打 江坤宇繞過了二壘之後 衝三壘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啊 四壞球寶獸 詹子嫻今天兩次上來都選到了四壞球 這一棒打到了右半邊的飛球 有落地形成籃打 哇 這樣一來的話有可能要輕壘了 回來回來 三壘上的跑者輕鬆回來 二壘上的張智豪也繞回來 那現在看到一壘上的跑者走到哪裡呢 停在三壘包上 這一棒打到了左半邊 蘇智傑鎖定接殺 三壘上的詹子嫻現在要衝本壘了 結果沒有問題 Safe 這一棒拉回來 結果一二壘之間穿越了安打 二壘上的跑者現在繞過三壘蘇偉達 他選擇要衝本壘了 結果這一波的本壘沒有發生攻防戰 這一棒拉到了游擊方向 將坤宇傳向二壘 再傳向一壘 結果雙殺出現 也結束了五局上半 哇 這個 這個 完全的石頭啊 這一棒稍微後退一步之後來打 結果游擊手接到之後傳二壘 傳遠了 傳到右外野去了 那這一個守備的失誤 現在看到張志豪要通過三壘之後 看有沒有要往本壘衝 沒有問題 衝本壘了 而且現在看看打者在哪裡呢 詹子嫻現在至少是往二壘沒有問題了 哇 這一棒這球投高了 結果被周思琦咬中 中間方向的安打 這一棒打到了中間方向 中華野手過來之後 唐紹婷把球給接殺 在臉上的詹子嫻啟動 回本壘沒有問題 這一球打到了中間 有幾手過來 籃不到 林靜凱敲出了他個人 這場比賽的第一站打 也是統一團隊的第四支 好 這一球打到了中間方向 中華野手下高推下高推 出去了 跟野伴隨可能又有點受傷 球數其實真的掉滿多 走了 結果這一球傳的不錯 哎呀 沒接近手套裡面 這棒打到了右半邊的界外球 右外野手過來 哦呦 不是界外 球打在界內 所以唐紹婷現在繞過二壘之後 要衝三壘 沒有問題 這球高球 還是出棒 打到了右半邊的飛球 但是林舒逸這邊鎖定接殺 再來上著跑者起跑 唐紹婷衝本壘 這邊 中西兄弟這邊一壘一手 直接把球給接下來 來 海默直棒今天也正式的開打 也跟台灣一樣是關著門來打 所以今天我們傳出說要 開放觀眾進場 他們也開始在考慮這一點 哦這邊 裁判 認定 這邊是這個揮空 哎 哎 好好好這個看起來裁判認為是界外 認為有插到球 所以邱昌宏教練說現在我們來看 那我們就來看電視輔助判決吧 因為按照規定是在看的時候呢 電視上不會重播 但是等到看完之後才會重播 好判決是沒有問題 揮空單陣 哦這球用相反的方向界外 都有投到補手想要的位置 對於左達者來講 也不是個很好打的位置 而且兩章打都是二連打 哦這一球裁判直接拉掉了 陳文傑也結束了再繼續下半 中信兄弟的進攻 留下二連殘壘 三連殘壘 最後沒有掉分 加油 海棋哲這一球打 被這個蘇智傑打到左半邊 這一支二連安打 今天蘇智傑個人的第二支安打 也是第二支二連安打 去裡面的左達者被打進三層六 哇哇這球 手套 手套拉太快了 所以陳家居漏掉了之後呢 讓二壘上的蘇智傑現在上了三壘 這一棒拉回來結果穿越了一壘手的防線 三壘上的跑者回來得分 統一攻下第五分 現在雙方只剩下三分差 這球球來找棒子 打成了一個界內 郭富林直接Tag 但是主審一直沒有手勢 那還是維持原判 對 維持原判 認為是出局 這一棒打到游擊方向 接起來之後 江坤宇先傳給二壘 再傳向一壘 結果Double Play 這一球打到中間方向的飛球 結果張智傑過來應該沒辦法了 李安可這場比賽個人的第二支安打 也是第二支長打 這一棒打成了一個沖田炮 但是看看本雷後方陳家居有機會嗎 最後 哇 掉了 回一棒落空 蘇智傑遭到了三陣 也結束了這一場比賽